林宏道他們的家族 他出生三重邦 我們之前有談過 全台灣早期最有錢的女人 就是搞房地產的 就是他媽媽 他的阿布 就是臨屑罕見 那他們當時早期三重邦 在最恰恰 最厲害的一個階段點 中聯信託 是很重要的金雞母 那麼底下他們就養了 當時林宏道就很愛運動 很愛支持運動 那他當時裡面發展出來的事業 你知道他在大概是1989年 很早的那個年代 三十幾年前了吧 他就已經率先在我們國內企業 做了什麼 就是這個紅國的籃球隊 而且當時 你以前有沒有聽過大城報 有 大城報 其實你知道 這就是他包含在這個體育賽事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金雞母 其實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體育可以產生很多的利潤 所以當時說實在 很多人講說看到他 覺得說想要去追殺誰說 他曾經掏空些什麼 很多劣跡斑斑 各位觀眾 我必須要跟大家很誠實的報告 中華奧會的團長 那不是一般人做的啦 坦白講 真的出錢又出力 你知道嗎 你那個商務艙了不起幾萬塊 來回大概一二十萬 了不起 而且只是去日本 其實很便宜 你知道他這幾年 光為了東京奧運 其實做體育要砸蠻多錢的 他出了幾十億都燒不了 一個幾十億跟他做個商務艙 別的官員我倒覺得是值得追究 可是如果是林宏道 我覺得有些部分 我們真的稍微幫人家做一個平衡 掏空不掏空 那是企業的事情 我們先講的就是 體育歸體育 對 體育歸體育 你知道他從三十幾年前 1989年開始成立紅國籃球隊 而且成立大城堡之後 你知道他在國內的體育的環境 他培養了很多的人 而且他自己本人真的是愛體育層次 他真的扎了很多錢 一直在培養好的選手 而且你知道嗎 他當時 你知道他們的家族 當然也有他的環境 他要不是出生三重幫 他爸爸真的是林育齊 當時在那個年代 台灣最有錢的人 要做體育要有本錢 有後盾 而且大家可能覺得林育齊 沒聽過對不對 死了多少年了 但是你知道嗎 他爸爸除了當時是最有錢的 他媽媽後來最有錢的女人 他的那個叔叔 就是這個紅太極團 這個林育齡 林育齡是誰 又沒聽過 整個信義計劃區 你在信義計劃區 百分之大概三成二以上 都在陰當位 這就是為什麼他有這個錢跟能力 來培養體育賽事 所以你看他來做商務艙 我跟你講 他去哪裡都是做最頂級的 只是我說 他們出生三重幫不代表 他就完全只是把這個體育 完全只是當成一個 這個怎麼講 就是一個搖錢樹等等 你知道嗎 其實他這幾年我相信 我相信 他這幾年為體育賽事 還有為選手 培養的過程當中 還有他的很多的獎勵 我覺得很多人都不知道 比如說你看他大概在1989年 除了成立紅國籃球隊之外 後來呢台灣第一次成立 大概在1994年 那次他稱這個叫做什麼 籃球元年 就是台灣不是成立中華職棒 中華籃球隊 他當時就趕快去成立一個紅國項隊 來做鞋印 他做直籃 而且他做的這個直籃之後 當然後來他賣給新浪 因為2000年以後 他們家道開始有一點點動大 那後來就趕快把這個球隊賣出去 可是這多年來 你想想看 請我們問句話 我們別的不說 你說一個企業 你出個幾十億的湊錢 又代表怎樣 你這個培養台灣 你好像功高偉大 你就可以做什麼商務艙 可是各位網友 我真的覺得你要憑良心講 台灣有多少企業 都可以出得起幾十億的錢 可是有誰 30年如一日 真的去來 support 有些人他是真的熱愛 也真的有貢獻 有付出 就做商務艙 對他們來講真的不是個事 而且他也有這個資格去做 而且你看更多的老闆 我很支持運動 好運動員運動就好了 自己從來不運動 把他當商業 沒有他自己本身就參與 很多的那個運動賽事 而且你去他的車子裡面 你去找 一定找得到一雙球鞋 你就知道他隨時隨地 而且他也不只是這個路上的 他其實帆船方面 他也經營出來 而且還培養了 可以國際級參加 奧林匹克的賽事選手 那你覺得他這麼挺這些選手們 那他這選手們 這一次做經濟艙 你覺得他的心情或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他一定沒有搞得很清楚 我跟你講大老闆 這個東西導致交給他底下的一些人 在穿BANBAN 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還是要特別聽他講一句 我們不是說他其他的商業行為怎麼樣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只是說 你知道嗎 他之前 為什麼我要講出錢出力 他歷年來三十幾年來 他除了帶團 這個中華奧會帶團 去參加各式各樣比賽 你知道他曾經自己自掏腰包 只要比如說慶怡 你去參加中華奧會的某個部分 你只要得了金牌 他個人直接掏一千萬 就直接給了運動選手 那這樣其實語 這就蠻重要的 自己掏錢 因為國家給的很少 給一些花瓶 而且你看2016年那一年 參加里約奧會 你知道當年他就因為他想說 只要有誰得了這個金牌 我就給你這個運動賽事 給你這個獎金之外 你知道嗎 後來因為一開心 全團的人全部招待你做商務艙 所以我只能說 不是說有錢人你就可以耍任性 但是我說實在 他從30幾年以來 每一次他做好的商務艙 但是也讓得金牌的選手 跟選手們都能夠做商務艙 可以給他們獎勵給他們一些回饋 所以我覺得他自己做一次商務艙 這官員例外 那當然選手做經濟艙 我覺得他一定是因為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些部分 我只能說網友們激動之餘 但你還是要想想看 當然我只能說一個企業家 他不可能完完全全只是做善事 那你知道他拿來幹嘛 他其實有提過 他也擺明了 他其實做體育還是為了賺錢 賺什麼錢 你好像覺得都是出錢出力 你沒有賺到錢 賺票房賺廣告 對 其實不容易 但是他就有講 他當時怎麼做這個經濟的利潤 當時大城報辦的時候要幹嘛 就是報導這些籃球隊 而且其實都是做出來 娛樂效果的那種運動賽事 結果他當時創發 除了大城報去報導那些細節之外 那還要求他裡面的球員 做一些表演性質的運動賽事 你知道嗎 剛開始的時候 他想要進入這個電視台 比如說週五晚上九點 那是一個熱門時段 那個非常貴啊 他當時居然很大膽 就包了那個時段 然後自己就是Cue廣告 讓那些運動員有個表演空間 結果沒料到 那筆錢後來真的被他賺到了 所以後來那些運動賽事 比如說你是直籃啊 職棒什麼 只要一轉播 你記不記得 轉播的利潤就非常非常高 後來他就不需要自己再去包買 所以結論是什麼 其實商人就是商人 他也沒什麼偉大不得了的情操 但是你沒料到的是 他切入運動體育的市場 從這裡邊賺到自己的利潤 MING PAO TORONTO